秦共复国难 血不流干 势不休战 秦朝老吗 不就秦始皇和秦始皇是俩皇帝吗 其实不然 因为秦朝的起源很早 从上古时代到天下一统 大秦的历史那是相当长 不仅长 而且有趣神奇 恢弘 从秦人出世 到大秦终结 这个悠悠老秦一共诞生了近40位帝王 他们各有特色 各有传奇 那么今天就请和立歌穿越历史的迷雾 看遍全秦历史 了解大秦君王 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秦妃子迎妃 养马养的好 身官发财少不了 迎妃作为秦国的老祖宗 最开始从事的工作 其实并不算太体面 他是替周天子养马的 你别小瞧养马 这个迎妃呢 养马可以说是小母牛开门 牛到家了 把皇帝的马养的是又肥又壮 周天子一看迎妃 有两把刷子呀 心情一好 随手就奖励给了迎妃一边土地 秦帝由此诞生 而迎妃也成为了秦国的第一任国军 秦王迎仲 打仗就打仗 怎么还把命给丢了 到了迎仲即位的时候 他接到了周天子 安排给他的第一个任务 那就是抗击边境的西戎势力 迎仲当然很开心 领了任务就出发了 没想到第一战就惨刀滑铁路 让西戎军队给打了个落花流水 不治身亡 秦庄公迎齐 我对着西戎就是一顿锤 不锤死他不算完事 秦庄公成了秦国国军之后 当然要给上一任国军报仇 他抄起家伙 对着西戎就是一顿锤 经过漫长的苦战 终于打败西戎 报仇血恨 可是连年征战 自己身体也吃不消 所以没过多久就领了便当 一并不起 撒手人还了 秦香公迎开 讲究咱们办讲究事 秦香公当了秦国国军的时候 周朝国立已经大不如前 各地诸侯各方势力都想造反起义 秦香公这个人非常讲究 不仅不趁人之威 还多次出手帮助周朝 周朝非常感动 于是赏了大片土地给秦香公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春秋突起 秦香公虽然在位时间不长 但却是妥妥的秦国奠基德 秦文公努力致富奔小康 秦文公这个国军也很能干 结尾之后 寻思着光有土地也不行 国家要发展 还是得搞农业搞经济 于是在秦文公之下的秦国 已经开始有了黎民重职劳作 百姓欣欣向荣的景象 农业发展起来了 秦文公又制定了不少法律制度 总结来说 秦文公也是刚刚的 很有作为 秦宪宪盈利 看谁不顺眼 我就嗦嗦嗦嗦 秦宪宪登基之后干了两件事 接着跟阴魂不散的戏中打仗 顺便俘虏了小国窝国的国军 反正这辈子基本没想服 也没消停过 天天骑着大马跟别人干仗 没过多久就因兵去世了 秦武公 遇上我就算你们倒霉了 这个秦武公的登基之路 可以说是一条血雨腥风的道路 因为在他之前 还有一个叫秦初子的国军 但初子老弟岁数比较小 只有五岁 所以很快就让秦武公给咔嚓了 登基之后 他拳打边境少数民族 脚踢周边各个小国 好战的天性 似乎在秦朝国军的血脉里 一直传承的 这哥们活着的时候 因为发动战争杀了不少人 死后首开活人殉葬制度 死的时候足有66人陪葬 秦德宫赢家 他的事实上金 扎扎实实发展 秦德宫登基 开始在秦国国内 搞祭祀啊 礼教啊 文化发展这一类的制度 这个时候的秦国 勉勉强强已经算是 有了个国家的样子 秦德宫本人也非常勤勉 起早探黑的工作 天天加班996 是位值得称赞的君王 秦宣公迎舔 打白不服就打 春秋时期 秦国的国力搜搜网上提 正让另外一个诸葫 我晋国非常眼红 经常对这个秦国冷嘲热讽 风言风语 作为国军的秦宣公 当然不能忍 带着部队就和秦国干起来了 秦国当时的综合国力 其实可比秦国强多了 但没想到秦军彪悍 秦国愣不住对手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秦晋两家开始各种打仗 年年打 月月打 日日打 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秦木工营人好 打打杀杀真没意思 秦木工是个很厉害的人 不仅俘虏我晋朝的国军 还把梁 炳 华 这三个小国给灭了 后期呢 觉得天天打仗没啥意思 还不如老师家待着秦军快乐 于是又和秦国搞起了外交 秦国跟秦国打了这么多年 也泪够呛 一看秦国是好 自己也开始罢兵言和 秦晋之好这个词 就是这么来的 秦康公赢阴 打打杀杀真有意思 本来秦木工搞外交 秦晋两国你能我能 谈的挺好 秦康公一登基 又开始跟晋朝干仗 连年举兵 秦国国力大不如前 国家开始走下火路 之后的国军 秦公公赢道 秦桓公赢荣 秦晋公赢史 更是一个比一个暴躁 就是跟晋国一顿死磕 秦国国力 那好像做了火箭 咔咔往下掉 秦埃公赢己 别哭了 你再哭我就崩溃了 到了秦埃公结尾的时候 中原大帝已经诞生了不少诸乎国 其中一个叫楚国的 一不留神就被隔壁吾国给灭了 楚国有个爱国人 是叫做申包序 跑到秦埃公身边一顿苦 哭了七天几夜 把秦埃公烦的是实在不行了 只好派兵帮助楚国复国 所以老秦和老楚 后来虽然打的挺凶 但是当年也还是犹犹疑的 秦埃公赢到子 真不能打了 再打就玩完了 秦埃公之前 有七位七国国军 这七位国军执政的时候 秦国就属于混战阶段 那个时候的天下 就好像黑帮抢地盘 今天你打我 明天我打你 今天我抢你叶总会 明天你抢我KTV 秦人都是好战分子 当然不能错过 于是七代国军 劈里巴拉一顿打 地盘没抢多少 国力倒是节节后退 到了秦俭公即位的时候 老秦也明白 天天打架这不交刺啊 于是开始在国内发起改革 可以说是改革春风吹进门 秦国人民斗精神 秦国经济农业啥的 各方面复苏 秦俭公公不可没 秦俭公这边刚稳定好 大秦国内之后的国军 秦汇公秦出公秦县公 又开始干账 而且是一边的一乱一边干账 这家伙这谁受得了呀 咱点钱就造出去 咱点钱就造出去 挣一个花两个 谁也顶不住呀 频繁的战争一直是导致 秦国国力衰弱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一个道理 秦国老哥太暴躁了 他们打仗不是说对方来侵略 然后两国劈里啪啦的打 而是对方根本没动 秦人主动出去又跟人干仗 暴躁 那是相当的暴躁 秦俭公赢取两 巴拉拉小墨仙变变变 秦俭公登基的时候呢 什么晋国呢 魏国呀 早已在滚滚红尘和连年交战中泯灭 战国七雄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但非常尴尬的是 虽然秦国也在战国七雄的行列里 但是秦国属于是七雄里边最雄的 最弱小的 这让秦俭公非常不满意 于是他立刻找来狠人商鞅 俩人一顿研究 认为想要让秦国这个五线小燕城 变成一线大都市 必须对改革变法 于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商鞅变法就开始了 这一变法 秦国的国力又开始层层往上涨 秦俭公本人在历史上也是比较出名的 因为正是他变法革新 才奠定了未来大秦帝国的强盛格局 秦赫文王赢四 生死看淡不服就整呗 虽然赢四非常看不上商鞅 登基之后立刻就把商鞅给灭了 但是商鞅变法的那些法令呀 教条呀 并没有因为商鞅粮了而被废除 秦赫文王本人也是很有魄力 之前那些国君呢 只是学术意义上 书面意义上的秦国国君 而秦赫文王则是自己给自己封了个秦王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秦赫文王才是大秦帝国的第一任国君 你别看他叫秦赫文王 但他本人可一点不文雅 天天带着秦军出去征战 结果结了不少梁子 搞得其他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 奈何这个秦国发展的太好 秦赫文王也是真战神真狠人 EV64毫不成问题 狠人 狠人中的战斗机 秦武王赢荡 人不作死往少年 荡哥可以说是秦朝历代国君中的一个传奇 没有之一的那种 他的人生世界我们放在一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国君是怎么死的 有一天秦武王心血来潮 个人比着谁力气比较大 然后自己高高举起一只大顶 没想到脚一滑来手一从大顶脱落 直接把自己给砸死了 秦武王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不作就不会死 秦朝乡王迎记 一不小心就结束了一个时代 秦朝乡王即位的时候 秦国行事一片大好 他一脚一个小朋友 赵国 魏国 韩国 齐国 楚国 他挨个痛恶一遍 尤其是赵国 秦朝乡王发动长命之战 给赵国那是一顿猛揍 老赵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不仅如此 秦朝乡王还顺手把统治华夏 八百多年的周朝给灭了 如果说之前的秦后乡王迎四 是很人中的战斗机 那么秦朝乡王简直可以说是 很人中的尖十一 之后即位的秦朝乡王 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酱油皇帝 即位三天就领着便当 宣告凉凉 秦朝乡王迎一人 别的没有 就是朋友多混得好 路子广 终于轮到我们的一人同志登场了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秦朝乡王的父亲 由于秦朝乡太过有名 反而导致这位老爹没什么名气了 他虽然没有名气 但他的妻子 秦代后召机 好哥们吕不韦 未来可都是名动天下的人物 所以说秦朝乡王 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带货之王 只不过他带的不是货 而是历史名人 秦朝乡迎证 我 我还用介绍吗 其实本来想略过秦朝乡 这位皇帝的介绍的 毕竟大家也很熟悉了 什么扫平六国 一统天下 祝长城 鸡雄奴 修灵局 书童文 车童鬼 大家也都听得不厌其烦了 但毕竟郑哥的历史地位在那摆着呢 必须得介绍一本 秦朝的历代先祖们 流淌着好战的血液 历代君王们勤勤恳恳 不断试错 给秦国留下了丰厚的家底 怎么说呢 历哥其实觉得 实是造英雄这句话说的很对 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不假 丰功伟绩也不假 雄才大略也不假 但我想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秦国从立国开始 就一直不被看好 各路诸侯都是上市大公司 秦国只不过是穷酸的民营企业 公司是位置也不好 也没有人肯投资 而且经常被大公司搞垄断气压 但幸好秦人自强不息 一代一代努力扔干 他们有过濒临破产的时候 也有过赚的盆满钵满的时刻 大秦什么都经历了 到了秦始皇登基的时候 秦朝一代一代积攒下来 马上就能融资上市了 又恰好秦始皇 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他一登基 直接奔着世界五百强就去了 千古一帝 名不虚传 让我们为正哥点赞 前二是胡亥 今晚的消费我买单 胡亥即位的时候 秦国已经不太行了 秦始皇同志当皇帝的 前半段时间干的挺好 后半段时间就拉胯了 吃喝玩乐灶 自己挣完自己花 轮到胡亥登基 不 其实这个皇位 本来应该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浮屠的 胡亥属于窜位登基 本来得位就不正 登基之后 秦始皇的好一样不绝 秦始皇的缺点 他是发扬光大 当了皇帝 这家伙这是一顿猛造呀 搞得秦国各地起义不断 陈胜无往 向雨流邦 那这劈里巴拉就开始造反 武金第一坑地 非虎害莫属 秦王子英 有心杀贼 无力回田 各地起义不断 国户没钱 军队没兵 朝堂之上也没有中村良将 自为秦国的最后一任国军 子英的命很悲催 他铲除坚定 历经图治 希望可以恢复大秦帝国的荣王 但大秦就像一颗蓄力千年 绽放的烟花 他由秦国二度位国军制作而成 由秦始皇点燃 由秦二世观赏 而到了秦王子英这里 只剩下烟花一冷 以利回尽 公元前二零七年 由刘邦刘哥率领的骑军 攻入秦国都城咸阳 大秦宣告灭亡 帝国覆灭 荣王不再 火光冲天 曾经雄伟壮丽的皇宫 变成一堆废墟 那里曾有 偶心力学的一代文臣 那里曾有 披荆斩棘的旷世名将 以笔书写豪情 以剑荡平天下 他们曾经是 这片土地的主人 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大秦亡了 一个辉花又短命的朝代 结束了 不要用太过复杂的思路 去理解一个朝代的兴趣 秦朝很简单 问秦朝为何崛起 因为历史选择了他 问秦朝为何灭亡 同样是这个答案 因为历史选择了他 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会永垂不朽 这是历史的规律 也是历史的必然 但我们仍然记得大秦 这个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在历史的长河里 一生会永垂不朽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迷入 我们下期见 至此天下唯有大秦 都不断是 有点有什么意思 那种解放 所以我们下期见 所有的一个人 有什么意思 都不断是